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 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哇 这是一项神技能 我也要学 不希望我们里面就在铠 能走出去 喜欢 就是用自己喜欢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 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我就想着 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 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因为热爱 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了 这个地方待着这个值 千百年前的临安 如今的杭州 此行咱们不寻雷锋塔 走吧 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看我灵波微步 让你眼花缭乱 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本就不丰裕的钱包 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 等会儿 那边在干嘛呢 斗拱积木啊 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东西 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 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 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 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笋头 这个叫笋 这个小的叫笋头 然后它这样插进去 你去试试看 这里拼一拼 它跟乐高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这样的笋卯积木呢 它是很形象的 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 一座宫殿的样子 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 而乐高呢 它永远都只有方的 直的 扁的 平的 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可拆卸的笋卯斗拱积木 这可真是火酒店 恭喜你啊 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要知道 笋卯斗拱 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 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C位 文明侠尔的紫禁城 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 木质结构建筑群 在笋卯斗拱的支撑下 建筑结构中 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 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 堪称建筑学奇迹 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 来势汹汹 孙卯斗拱记忆 只存在于古老建筑 正被树枝高阁 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 那既是高人 当然得登门拜访一波 原来他就是孙卯斗拱将人 刘文辉 对吧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 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 精妙的笋卯斗拱 珍贵的辉鸿建筑 耳濡目染之下 一个关于笋卯斗拱的梦想 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 然后就想辞职回国 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 当我有一天 我在博物馆见到笋卯 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 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 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 而应该是 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让我们用双手去感受 中国的传统笋卯 里边是什么样子 它是怎么搭起来的 只有深度地参与 让我们的青少年 都有机会去体验 我们这个笋卯文化 这门记忆才可能传承下去 笋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 而斗拱是承重方式 突为笋 凹为卯 弓形为拱 方形为斗 笋卯斗拱的连接方式 可以承受较大的和载 即使经历多次地震 依然安然无恙 1937年 当梁思成教授在山西五台山 找到佛光寺时 这座中国经典的笋卯结构建筑 已经在山野中 静候了一千多年 但梁柱间的笋卯结构 还是像最初那样 玩手紧扣 不离不弃 笋卯斗拱之间 环环相扣彼此作用 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记忆 必须一代的传承不休 各式笋卯斗拱 微型建筑作品 都是刘文辉 对笋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 而将笋卯斗拱的精髓 融入积木 则是刘文辉将心之下的 大胆创新与探索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 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 它没有它自己的损卯产品 没有它自己的积木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 今年故宫建成600年 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 看完可以回到家里 再去拼故宫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 刘文辉的征途 从来都是星辰大海 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 如何简化故宫庞大 复杂的建筑结构 这才是积木制作的 第一大难关 我总感觉它这个后面 你看不太稳 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 我们做了很多机关 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我是根据那竹子 还有很多食物去传播 这样去复原的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 食物我们可以参考 不是去复原它 实际上是在创新 那你创新的话 你需要考虑实际的需求 不然你说我们做半天 大家都觉得 就是个斗拱而已 这样吧 一个方案 我按照这样来去做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 化繁为简 做成有趣的积木 关键 关键就在于 笋某的连接方式 然而笋某连接方式有上百种 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 获取更多的灵感 林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 就是那个云拱 云拱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 都没有发现准确的 关于云拱的数据 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 这方面的信息吗 我前两天有看到 马炳尖老师书里面 有提到过 是什么样的书 找给你看 等一下 这样子 中国古建筑工作引导技术 好的 那谢谢林老师 我去找一下这本书 好 谢谢您 书中的损某知识 让刘文辉毛色顿开 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 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 进行反复的考证 西紫湖畔 柳河塔下 充电开始 柳河塔最漂亮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飞檐翘翘 它既雄浑又轻盈 展现了古建筑的损貌之美 哎呦 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 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 刘老师 您就不能等等我吗 好在不需此行 回来后 刘文辉决定 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 改为最经典的 燕尾笋进行斜查 刘文辉决定 我们最新的方案 做了一个这样的 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 这个梁架结合的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它真正是止损插进去的 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 止损它比较松 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 我们用烟维森这样去连接 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 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 对吧 对 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 然后是个云拱对吧 这个造型可以弧度 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 这个弧度 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 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 就是按照那个图纸 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 去把它复原 是这样的一个人认识 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对 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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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特别要求高 在加工的过程中呢 有些地方就说 好 差不多了 但是刘老师说不行 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 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 做不到 做出来不行 报废掉 又不行 又报废 不断地调适与打磨 刘文辉终于用 厌尾损斜差的方式 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 完成了新一版的 太和殿积木 但是 你看 这个很难拆下来 然后拆的时候呢 就是你拆下你看 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老话常说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这波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 新的问题又又又来了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 没有错 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 因为漆有厚度对吧 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 但是这个时候 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 而且在拼的 拼几次以后 这个漆就磨掉了嘛 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 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 还有它紧密度上面 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这样做的话 咱们就得分开了 原木是一个尺寸 对 没错没错没错 一定是这样子 上色后的积木 都见厚度发生了变化 再细微的误差 都将导致笋某连接失败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尽管敌人很强大 但打挺青年总有一百种方式 让自己原地满buff复活 刘文辉的故宫系列 正在不断完善 调色后融入的和谐彩画 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 而斗拱积木 只是它在创新道路上 迈出的第一步 孙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 从过去走来 一路风尘仆仆 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扶去历史尘埃 雕琢千年时光 古法记忆的传承 需要将心坚守 更需要打破常规 与时俱进 大家好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综合卯斗拱积木 综合卯呢 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棚 让其从此鲜活 为新时代作用 在刘文辉眼里 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 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我们麦基山文保护已经70年了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 最大保持线上的这个原则 我们一直在做保护 自己喜欢这个 我去做了自己喜欢的所有事情 我觉得这个地方 待一辈子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